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印光大师文超精华录 我们还是在学文超精华录的第一部分 暂净土超胜 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这一段是第四段 我们还是在开始的时候再念一遍 恭送一遍老法师的这一段开示 念佛法门齐来上矣 以无人一念心性 犹如虚空 长恒不变 虽长不变 而复念念随缘 不随佛界之缘 便随九界之缘 不随三秤之缘 便随六道之缘 不随人天之缘 便随三途之缘 由其缘之染境不同 至其抱之苦乐迥异 虽于本体了无改变 而其相用故以天言悬疏以 譬如虚空 日照则明 云屯则暗 虽虚空之本体 不因云日而为增减 而其显现障壁之相 故不可 以童年而渔也 如来 以事异故 谱令众生 缘念于佛 故曰 若众生心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有曰 诸佛如来 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事故 如等心想佛时 此心 即是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诸佛正辩之海 从心想生 夫 随佛界之缘 则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已 若随众生各界之缘 则是心做众生 是心是众生已 聊此而不念佛者 为之由也 念佛一法 乃以如来万德鸿鸣为源 即此万德鸿鸣 乃如来果地所证之 无上觉道 尤其以果地觉 为因地心 故得因该果海 果彻因缘 如染香人 身有香气 如裸裸之柱明灵 久则化之 饥生作佛 转凡成圣 其功能利用 超过一代实教 一切法门之上 以一切法门结账自立 断货正真 方得了生托死 念佛法门自立 佛力 二皆具足 故得以断货业者 宿正法身 具足货业者 待业往生 其法 极其平常 虽余夫余父 亦能得其利益 而复极其玄妙 纵等觉菩萨 不能出其范围 故无义人不堪修 亦无义人不能修 下手义而成功高 用力少而得效素 实为如来一代实教中 知特别法门 故不可以通途教理 而为论判也 莫法众生 福宝慧浅 账后夜深 不修此法 欲账自立 断货正真 已了生死 则万难万难 这是老法师的 这第四段 非常精彩的开示 我们学习完这段开示之后 无不欢欣故 跃跃欲试 那么我们上次呢 我们一起学习到了 这个 由其原之染境不同 至其报之苦乐迥益 虽于本体了无改变 而其相用 故以添淹悬殊矣 学习到这 下面老法师呢 映光大师就举例子了 他说啊 我们一念心性 是本体是不变的 这个再凡不减 再胜不增 那么呢 虽然是不变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念念随缘 体是不变的 但是他的相和用呢 是随缘的 那么随佛界之缘呢 你就产生佛的相状 得到佛的受用 随呢 九界之缘呢 就产生九界的相 我们上次学习了 相就是我们说的功德 就是我们说的特质 就是我们说的能力 用呢 就是这个能力发挥作用 那么我们的一念心性 这个本体就像虚空一样 他下面就举例子了 因为他怕我们不太好理解 这一念心性 不变 但是随缘 虽然随缘 但是他还是不变 讲清楚这两个关系 那么 他下面举例子 譬如虚空 虚空在这里呢 就是天空 就是空中的意思 日照譬如虚空 日照则明 用太阳光照他 他就是明亮了 你看这个虚空 他虽缘呢 他不会说你太阳照我 我不亮 他不会 你只要给我太阳 我就跟着你太阳的光一样 变成个亮的虚空 那么云屯则暗 云屯就是如云之聚集 就像云聚集在一起 形容圣多的意思 云屯 用云聚集在一起 在空中则暗 那么天空呢 他就暗了 就暗淡无光了 所以你看 这个虚空 随着有太阳 他就亮起来 随着云再多 他就变成暗的 对吧 那么虽虚空之本体 虽然天空的本体 不因云日而为增减 天空的这个本体 他不会因为太阳 或者因为云 而有任何的增和减 你看 他虽然随缘 但是他没有增减 这就是不变 不变的虚空呢 他不拒绝随缘 你用太阳照 我是亮的 你用云来囤 囤积在我这 我就变成暗的 那我一定是随缘 那么 我虽然随缘 但是我天空的本体 是没有任何增减 没有任何变化 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 谈到本体 谈到本体 这个 就是 天 我们一般讲体 就是它的性质 不变为体 那么 不因云日而为增减 而其 但是 而就在这 是但是 但是 其就是天空 而天空 显现障壁之项 显现 就是 显露出来 天空显露出来 障壁 障壁就是 遮盖 遮壁 你看 有太阳了 我们这个天空 就出现一个显现 非常明亮 非常 显现出来的 这种状态 如果要是用云囤呢 那我们天空呢 就出现 障壁的样子 很多东西 障碍着天空 遮壁着天空 覆盖着天空 遮盖着天空 就这意思 那么 天空出现 显现和障壁 这两个像 为什么呢 因为 有太阳 天空就出现 显现之像 很明显的 暴露出来了 那么 如果用云 囤积在天空当中 天空就给你一个 仗壁之像 那么 这个显现 仗壁之像 这个差太大了 一个是显现 一个是仗壁 这个像 差别太大了 所以 下面说 故 不可以 童年而语也 故 确实的意思 说实在话 不可以 童年而语 童年 这两个字 就是相等的意思 不可以 确实不可以 相等的 说他们是相等的 这个相用 差太多了 那么 他就举这个例子 来和我们 刚才前面讲这个理 以欲和理 用这个比喻 来和前面的道理 天空比喻我们的一念心性 日照比喻我们的佛性 比喻我们的觉悟 云屯比喻我们的迷惑颠倒 那么 是这么一个连带关系 但是呢 日照的时候 虽然天空的本体 就是我们 我们虽然在 成了佛以后 我们这个一念心性的本体 跟我们在迷惑颠倒 成为九界众生的时候 这个心性本体 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 我们 成佛 和成众生 我们的相和用 差别是很大的 差别是很大的 佛的 佛的相用 跟众生的相用 差得很大 虽然 差别很大 但是 心体 是不变的 没有增 没有减 我们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 那既然 有些 有些朋友说 既然心性没有改变 不增不减 那我 那我就不用 学佛了 我也不用觉悟了 但是 后边这句话 相用 相用 故以 天渊 悬殊 成佛 有成佛的相用 众生 有众生的相用 而这种相用 就是它的相和它的利用 相状和利用 差别是相当大的 那么 一念心性 是不变的 但是它的相用 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呢 我们要成佛 成佛以后呢 我们的相用 我们的 功德相 我们周边 法界 普度众生的利用 那是得到了 充分的发挥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是 众生的时候 佛的相用 我们有没有呢 有 一点也没少 只不过是 显现不出来而已 遮蔽住了 掩藏住了 所以我们叫 如来藏 当我们成了佛以后 如来藏 从烦恼当中出来 我们管如来藏呢 叫法身 那么 法身跟如来藏 是一桩事情 只不过是处在 两种不同的状态 就和冰和水 是一桩事情 都是一个施性 但是状态不一样 一个是结了冰 一个是结了 一个是水 水的时候 我们叫做法身 冰的时候 我们叫做如来藏 那么当是冰的时候 水的所有的相状 跟利用 全部隐附起来 被隐蔽住了 但是冰 确确实实 虽然水的相状 跟利用 隐附起来 不能显现 但是一点都没有失去 当冰一化成水之后 水源具的 它的相状 它的利用 就全部挥发出来了 全部显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恢复 我们本来具备的 相状跟利用 而不停留在 当众生的 这种相状和利用上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是 是非常作践自己 浪费了自己的 这个一念心性 本来所具备的 无量功德相 和无量无边的利用 所以我们要 转迷为物 转烦为胜 就是要适当 一定要抓住时间 把这个冰 变成这个水 把这个冰变成水 虽然都是一个湿性 就像天空一样 虽然都是一个天空 但是天空的 显现和仗壁 冰和水的这种 象状和利用 举这两个例子 差了很多 那我们何去何从呢 我们是希望 成为一个显现的 明亮的天空呢 我们还是希望 变成一个 这个 仗壁 黑暗的天空 一点作用没有 那当然我们希望 是一个明亮 显现的天空 而不愿意 让自己处在一个 黑暗 这个 仗壁的 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显然 愿意成为 水的 溶相 和 润用 润滋润的 滋润的作用 溶相 溶于一切 环境和器皿当中的 这个能力 溶相 润用 而我们肯定不愿意 停在冰的这种 溶相 引附 润用 全部消失 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 我们 印光大师说 那么 我们怎么能够 甘自堕落呢 自甘堕落呢 明明自己是水 非要当兵 明明自己是可以 明亮 是可以显现 光明的天空 非要变成 这个 仗壁 黑暗的天空 所以 我们要 反弥归物 要 要 要 这个 要把自己的 相用改变了 相用改变了 那么 这个相用一改变 佛的相用 与我们的一念心体 一念心性 相吻合了 相吻合了以后呢 我们叫做称性 符合了我们一念心性 最殊胜的 最应该的 本来具备的状态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因为我们迷惑颠倒 使它丧失了 隐富起来了 我们今天恢复它了 本来它就应该是这样子 只不过是拨乱反正 恢复到从前应该具有的样子 我们管它叫乘性 那么 我们说 十法界 有九法界在迷 一法界呢 叫觉悟 所以你看 我们有觉和不觉 觉和不觉 是相对存在的 因为不觉 我们说有一个觉的状态 但是真的 等你的不觉没有的时候 这个觉的状态 也就消失了 那么你看 我们起床上 有这么一句话 不觉即无 真觉亦浅 浅就消失了 浅灭掉了 为什么不觉即无 真觉就浅了呢 因为我们不觉是九法界 我们觉是佛法界 那么当我们 由不觉到觉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 由不觉走向觉的这个阶段 我们叫做始觉 开始觉悟 那么我们这个始觉 本来我们就具备 只是被仗笔住了 所以始觉跟本觉合一了 我们本来就有这个觉悟 在本觉之外 没有另外新的始觉产生 这个我们因为是水变成了冰 现在这个冰又化成了水 没有新的水 现在这个水就是原来成冰的那个水 原来成冰的水叫本觉 现在由冰又化成了水 这个水跟原来的水无二无别 所以始觉跟本觉合一 无复本始之意 没有本和始的区别了 所以我们就叫做绝 这个绝 叫做智 智慧 智慧 正得了理 这个理就是我们的一念心性 当我们的智慧 正得我们这一念心性 这个理体之后 这个理和智又合合在一起 无复理智之分 理和智就不分了 如如智 正得如如智后 如如跟如如智合而为一 这个时候 我们有如如智 我们说这叫佛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个如如智 不能说很可惜 但是它的事实现象是 当如如智一旦正得如如智后 如如智跟如如就合在一起了 你就再也找不到如如智了 你就不能再分 哪个是如如 哪个是如如智 所以不觉即无 真觉就浅了 真觉就是本觉 就是始觉 为什么真觉一浅呢 我再重复一遍 真觉就是始觉 始本合在一起 就是本觉 本觉正得一念心性 这个理体之后 本觉又跟我们的理体合为一起 所以本觉跟理 智跟理又合在一起 所以本觉也就不复存在 所以你看 始觉变成本觉 本觉跟理合在一起 所以是不是 本觉始觉都不存在了 都变成一个理体了 如如跟如如智融合在一起 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哪个是如如智 哪个是如如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 我们一念心性当中 确确实实没有佛 没有我们说的佛 佛尚且无着落处 佛尚且没有落脚的地方 在我们的一念心性当中 那我们为什么提出来一个佛法界 说它觉悟 因为我们有九法界的不觉 我们这个不觉 在修行过程当中慢慢会发生变化 由不觉慢慢变成了觉 突然有一天 我们觉悟了 一念相应 一念表示时间很短 忽而阿勒耶识跟大圆敬至合而为一 一念相应 决心初起 使命为决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管它叫决了 远离决相 你想找到一个决 你那个九法界的那个相 迷的相真能找到 那佛法界的决相什么样 没有 就是法身无相 因为它证得真如了 它就变成真如了 那真如确确实实无相 九法界 这个十法界当中 九法界因为迷的程度不一样 形成了九个层次 这个九法界的众生 它迷惑颠倒有它的相 到了佛法界的时候 决 你看 一念相应 决心初起 就是决 使命为决 这个时候我管你叫决了 远离决相 所以 佛也不能执着 佛也不能执着 一念心形当中 确确实实 没有佛 你找不到一个佛的相 找不到佛的相 那么找不到佛的相 我们又说佛有实力 无微 又有菩提心 又有四辫无碍 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相对于我们凡夫说的 我们凡夫没有实力 那我们说看看佛有没有啊 有实力 我们凡夫有贪嗔痴痴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佛有贪嗔痴吗 佛无贪 无臣无痴 所以我们说佛无贪 无臣无痴 所以我们的烦恼 染法有多少 佛就有多少的菩提 跟净法 在那等着我们 所以你的烦恼越多 你的染法越多 反过头来说 你的菩提心 你的佛的境界里边 你的净法就有多多 你的菩提智慧就有多多 它是一切染法 净法 结相待力 都是相对存在的 迷惑点脑了 烦恼就 菩提就变成烦恼 涅槃就变成生死 觉悟了 生死就变成涅槃 烦恼就变成菩提 菩提就是我们说的儒如质 涅槃就是我们说的儒如 儒如质跟儒如合在一起 所以真如里边 没有涅槃相 也没有生死相 也没有涅槃相 也没有生死相 那么为什么说 真如有涅槃相 是因为我们长期处在生死相 当我们证得真如之后 我们生死现象解决了 我们管这种解决叫做涅槃 你真正给我找出来一个独立的 有实体的独立于生死之外的涅槃 拿出来看一看 拿不出来 那不仅仅是涅槃啊 真如的功德无量无边 因为我们这边是关注生死 所以我们考察真如的生死状态 有时候他没有生死 给他个名词吧 叫做涅槃 因为我们在生死这个界里边长期轮回 非常痛苦 因为我们有烦恼 那我们再考察一下 真如里边有烦恼吗 没有 没有烦恼 我们管它起个名字吧 那叫菩提 实际上真如里边没有我们所想象的菩提像 没有菩提像 那它有法吗 有法 什么法 净法 法和法之间有区别吗 比一切法 结同一味一真 比就是 真如里边 叫比 比一切法 它里边的一切法 结同一味一真 一个无露味 全是一真法界 平等的 没有像上的差别 结同 比一切法 结同一味一真 离分别像 你想分别它 你的心分别不到它 离分别像 你别琢磨了 分别就是妄想 离妄想像 你怎么想 你都想不到它 无二性故 无二性故 一个性 什么性 原成实性 真如里边这些法 有 真有 无量无边的 秤性 性德 功德法 要不然成佛干什么 那么这无量无边的 秤性的功德法 我们给它个名字 叫做真如的像 叫做真如的像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像 我们如来藏起来的像 成了佛以后 如来藏 出来了 变成法身像 法身像三个字 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像 藏在法身里面 法身具备了 那么这个法身跟真如什么关系 就和水跟湿的关系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 把法身叫做真如 也叫真如法身 就是湿的水 那如来藏呢 如来藏也可以叫做真如如来藏 就是湿的冰 如来藏叫冰 湿的冰 真如如来藏 真如法身 所以法身跟如来藏描写了真如的两种不同状态 这两种不同状态 注意状态就是像状 就是像 真如存在的形式 存真如所显现出来的状态 像状 是不是差得很远 差得很大 差得很大 所以在这说 虽虚空之本体 不以云日而为增减 而其显现障壁之相 故不可以童年而渝也 就是说的是这一桩事情 法身跟如来藏不能同日而渝 虽然都是一个真如 但是相状差远了 虽然都是一个湿 但是冰跟水差远了 虽然都是一个天空 但是这个显现障壁 差远了 不可童年而渝 如来以事异故 如来就是佛 以因为 以事在这里讲 当因为讲 以事异故 因为 是呢 就是这个 是只是代词 因为这个 以事异故 以这个异故 因为这个 异呢 在这里边当道理讲 因为这个道理 存在的原因 故就是原因 如来以事异故 如来因为这个道理的缘故 怎么着了呢 他说人家 普令众生 原念于佛 普令普遍 令使得 劝 普令众生 原念于佛 原念的意思 原念这两个字 是攀附的意思 攀陌 那么 在我们佛学当中 这个 原念的意思呢 攀陌境界之事物 而思想也 攀陌境界 佛是一种境界 我们攀陌境界 我们抓住这个境界 我们把我们的心 拴在这个境界当中 我们把我们的心 的作用 发挥在这种境界当中 而思想也 想象它 把它放在我们心里 叫做攀陌 所以攀陌的 严格的意思 攀陌境界之事物 而思想也 攀陌 攀就和猴子 攀那个藤子一样 攀陌 那么 如来因为这个道理 因为哪个道理呢 一念心性 长恒不变 虽然不变 但是它随缘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看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念心性 太可惜了 就是因为这个缘分的不一样 导致我们的相状 跟利用 差多了 佛 无量无边的功德相 大慈大悲 似红誓愿 普度众生 这个利用 而我们今天 烦恼 获叶 深重 掌身 福宝 这个 六道轮回 苦不开眼 这种相状 如来看到这个情况 因为这个道理 告诉我们说 赶快在缘上改变 缘念于佛 让你这一念心性 随佛的缘 便得到佛的相状跟利用 得到佛的境界跟佛的享用 佛的受用 我们前面学过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这一念心性 它有随缘这个特性 佛就赶快跟我们说 你好好念佛 你这一念心性 通过念佛 就随了佛的缘 随了佛的缘之后呢 你就得到佛的相状跟利用 那大自在 那三个德嘛 第一四德 长了我净得到 第一 第二 第三还有三德 三身 法身 不若身 泄脱身 这个佛经当中描述的太殊胜了 很令我们向往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 怎么才能成为佛 那么如来因为这个原因 他正得这种境界 他明白这个道理 告诉我们 你们要得到佛的相状和利用 没别的 你有基础 你有一念心性 佛也是靠这一念心性 因为他的随缘性 佛给了他一个佛的缘 就成了佛了 那么我们今天 也向如来学习 接受他的教化 也原念于佛 也想象佛 也把自己的心 随了佛界这个缘 得到佛的相拥 如来以事异故 谱令众生 原念于佛 因为以事异故 因为这个道理的原因 我们在这就要对这个意明白 我们这一念心性 虽缘 虽缘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所以咱们要念佛 念佛 你就随了佛界之缘 随了佛界之缘 你就得到佛的 得到佛的功德 受到同佛境界 同佛受用 入佛境界 同佛受用 你看荧光大师前面 开示当中曾经说过 就这么道理 那么简单 净土法门的理论依据就在这 那么他说了 那么 所以 如来以事异故 谱令众生 原念于佛 故曰 所以他老人家说 若众生心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所以 因为这个道理 他普遍的 让众生们 想念佛 想象佛 攀缘佛 原念于佛 这是一个总结了 他具体老人家是怎么说的 他说 故曰 所以他说 他举了个例子 佛具体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呢 若众生心 你看就是我们的一念心性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这段话出自于《愣言经》 异佛 如果众生心 如果众生的心 异佛 异佛 就是短暂的记忆 记起来了 念佛呢 多个意念 多个记忆相续 长时间的想念 长时间的记住 这叫念 所以意跟念 在时间上有长短之分 意呢 时间很短 念呢 持续的时间长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 现前就是现在 当来什么时候 当你临命忠实 这一段生命结束的时候 必定见佛 很肯定 一定见佛 接应 那么功夫深的 还没有结束 现前就能见到 如远功 平生三次见佛 见西方圣经 会员 大师 那么没走呢 这一期夜报是没结束 他就三次见到佛的境界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就离佛不远 什么意思 离佛不远 谁离佛不远 等觉菩萨 离佛不远 那很快就到了佛地了 就这个法门 就这么殊胜 就是你念佛 意佛念佛 现前能见佛 走的时候能蒙佛接引 状态 你出带的状态 离佛不远 那就是 就是这个在 师尊在能言经上的开始 所以呢 这段开始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修净土的人 对这段开始是非常熟悉 若重生心 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所以我们今天呢 根据 依照文超 我们深入学习 楞严经的这一段开始 楞严经的这一段开始 看看呢 我们的祖师大则 关于这一段是怎么解释的 关于这一段 我们先呢 我们先呢 解释一下楞严经 因为这是佛教当中 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 我们把这个经典呢 大概的一些情况呢 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呢 有一个比较清晰和全面的了解 楞严经 这是老法师讲的 这个楞严经里边呢 有一个部分 叫做 楞严经的全称 叫做大佛鼎 守 楞严经 当中有一个部分 叫大势智菩萨念佛原童章 这一章 是楞严经里的一个部分 我们要介绍这一章的大意 就是大势智菩萨念佛原童章 这一章的大意 首先我们要将 大佛顶守楞严经 这部经 先做个简单的说明 佛经 我们知道 在中文所翻译的 自从东汉以后 一直到宋元 就是翻译佛经啊 从东汉开始 一直到宋代和元代 那么元翻译的数量 已经不多了 在过去 大德们将经典归纳 整编起来 称之为三藏经典 也就是经藏 绿藏 论藏 三藏里面 所含的分量 经论的部分 大概有三千多部 要算算卷数 如果加上后人的著书 总量在数万卷之上 不得了 愣言 是其中的一部 经 论 当中的经 这一部 是其中的一部 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这部经典 在大乘佛法里 无论是学哪一宗 学哪个法门 可以说 没有不读诵 这部经典 这部经典 无论是哪一门 哪一宗 可以说 没有不读诵 这部经典 尤其是古人 在一切经里面 常常用这句话来赞叹 所谓 开会的愣言 成佛的法华 由此可知 愣言经是开智慧的一部经典 全书的文字上并不算太多 大约有六万多字 与法华经相差不远 这部书的内容 是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源 可以说是一部智慧的书 是一部哲学的书 它的好处 确实是做到了 符合我们古人的要求 简要详明 这是他做到了 经的题目 我们在此地只能够略说 本经的题目 比一般经典的题目 在文字上说要长得多 它一共有二十个字 就是 大佛鼎 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恨 守愣言经 这二十个字 是这部经完全的题目 题目里面 有因有果 如来是正果的人 菩萨是修因的人 关于教义 可以说 教法 理法 行法 果法 它都包含 教理 行果 四法 它都包含 所以 经虽然不是 虽然是不大 在义理上来说 已经将如来一代的教义 全都含设在其中 这是这部书的好处 除此之外 这部书的文字 尤其是华美 古人将这部经的译文 比美于庄子 这在文学里面讲 是第一流的 第一等的文章 所以古来读书人 都愿意读诵 楞严经 就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是简称 只称大佛顶首楞严经 大佛顶这三个字 是赞叹的意思 大字 大这一字 不是大小的大 而是赞叹的意思 所谓 所谓是大一哉 赞叹的意思 你看我们英光大师说 净土法门 大一哉 就是赞叹的意思 不是大小的大 是赞叹的意思 所谓是大一哉 是这个意思 除这个用大来赞叹之外 实在是找不到 更适当的字来赞叹它 佛 大佛顶的佛字 佛这是三界之内 最尊最贵 至高无上 果地上修正的人 顶是我们的头顶 在我们一人身份上 在我们一个人身份上 可以说是以头顶为最尊最贵 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最尊 就是拿我们一个人身来说 我们最尊最贵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头顶 头顶 可以说是以头顶为最尊最贵 大佛顶这三个字 是属于赞叹的 赞叹这部经 就像佛的头顶第一 就是像佛的头顶一样 那么尊那么贵 我们人的头顶就已经是很尊很贵的了 它是佛的头顶 佛的头顶第一 可以说这种赞叹也是无以复加赞叹到了极点 赞叹到了极点 首愣言是印度化 翻译中国的意思是 一切是究竟坚固 究竟什么样的事才是究竟坚固呢 永远的存在呢 这就是这部经里面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理 是永远不会变更的 永远常住的 所以称之为究竟坚固 在本经里面除了将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跟我们说明了 而且还将宇宙的形成 演进也在这本书里面概略的说明 然后讲到修行的方面 所谓修行 我们拿一句粗浅的话来说 如同后人所讲的 天人合一 人生合一 这些境界都是一切人所向往的 所追求的 可是我们不能 我们能不能做到呢 并不是不能做到 要紧的是他的理论方法 我们必须要彻底的了解 然后如理如法的去修学 这个境界不是不可以达到的 讲到修学 讲到修学 在本经里面 有二十五位菩萨 给我们作为一个修正的榜样 这就是著名的二十五元通章 这章就是大士智菩萨他老人家 给我们做个榜样 说出念佛这个法门 元通 元是圆满的意思 通是通达而没有障碍的意思 法门无量无边 而念佛这一章在一切法门里面 可以说是最为殊胜 最为快捷 古人有所谓下手艺而成功高 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法门 我们能够遇到确实是值得庆幸 现在我们就按照经文在此地 我们现在我们就按照经文 此地这章的经文不长 只有十二行半的文字 我们依着这个来略略的加以解释 这是我们净空法师 他老人家讲 愣言经大士智菩萨 念佛元通章的时候刚开始讲的这么一段 介绍愣言经的这么一段重要开示 使我们对愣言经以及那二十五元通 有个大概的了解 那么我们今天学到这儿 故若众生心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愿 就处在大士智菩萨念佛元通章里面 那么我们再看看 印光大师怎么评价 大士智菩萨念佛元通章的 看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对两位 一对印光大师和我们净空法师 关于愣言的评价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印光大师文超在里面 有这么一段重要开示 诸大乘经 代说净土者多难胜数 就是诸就多的意思 很多的大乘经 稍待说提到净土的 有多少啊 多难胜数 数不过来 很多经典都稍待 都待说 都顺便 都谈到过净土 多难胜数 而愣言经 大士智念佛元通章 实为念佛最妙开示 这么多经 大乘经都提到过净土 在这么多经典里面 老法师说 愣言经 大士智念佛元通章 实为念佛最妙开示 这里边不是最妙之一啊 这么多大乘经典都提到净土 净土就是念佛 当中最好的最妙的开示 就是愣言经 大士智念佛元通章 实实在在为是是 实实在在是念佛最妙的开示 众生果能都摄六根 众生如果真的能够都摄住 摄受住自己的六根 摄住控制住 净念相继以念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来念的话 这八个字是 这个大士智菩萨念佛元通章里的字 如众生果然能够做到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八个字来念佛 岂有不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怎么会不会怎么会不出现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种现象呢 怎么能够达不到这种境界呢 岂有不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进正元通 当下就正得元通境界 远程远呢 远程佛道乎哉 哪里不能够现前当来见佛 当下正得元通 将来能够成就佛道的情况呢 就是反问实际上是肯定的意思 就是肯定能够现前当来见佛 进正元通远程佛道 故将此章 所以呢 我就将大士智菩萨念佛元通章 列于三经之后 这个不得了了 这是净空 这是印光大师首次将大士智菩萨念佛元通章 列于我们净土的三经之后 行为第四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佛说阿弥陀经 这三经 那么是他老人家把大士智菩萨念佛元通章 列于三经之后 而以普贤行愿品垫之 在这把它列于三经之后 成为净土的第四经 而净土的第五经 而以普贤行愿品垫之 把普贤行愿品放在大士智菩萨念佛元通章的后边垫 垫是后边的意思 以称净土法门之一大缘起 这样我们就形成净土法门的一个系列完整的经典基础 令诸乐者知此一法大唱佛怀 脚笔杖自立断获正真 已了生死者其难以稀斥天渊悬殊 令众多的读者们知道这一法是大唱佛怀 佛的心怀里边所要给我们讲的这个法 在这五经当中酣畅淋漓 毫无遮掩的讲出来了 那么这个法门脚笔跟那些仗自立 靠自己的力量断获正真 以达到了生死出三界的这种状态 那么其难以难和容易相比 我们净土法门跟其他法门这种难以 什么东西难以啊 干什么东西难以 断获正真已了生死这件事 哪个难用这两个法门 一个是净土法门 一个是其他法门 用这两类法门 两个法门来解决断获正真 了生脱死这件事情 哪个难哪个容易 西斥天渊悬殊 哪里仅仅是天跟深水深渊的 这么大 这种差别已经很大 那比这个差别不知道还要大多少 我再念一遍 令诸阅者使众多的阅读的人 知此一法大畅佛怀 就净土法门 这一法大畅佛怀 脚笔账自立断获正真 已了生死者其难易 西斥天渊悬殊 不止天渊悬殊 西斥就是不止 他的难和容易 哪里只指 只仅限于天地 天跟深渊 的这么大的差别 比这差别还要大 就这意思 已故 九戒同归 十方共赞 千经俱传 万论均宣言 这文字非常非常美 我们的阴光大师 真是文字三昧 九戒同归 九法戒众生 没有成佛的 下至地狱 上至菩萨 等觉菩萨 还有一品无名没破 还在迷惑的 还在迷的状态 九戒同归 都归于这个净土法门 都靠净土法门来成就 十方共赞 这十方讲的是谁 十方佛菩萨 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这就八方 上下再加在一起 十方诸佛 共同赞叹 十方诸佛 有的赞叹这个 有的赞叹那个 他们共同赞叹的 只有这一个 就是净土法门 九戒玄规 指的是众生 九戒同归 十方共赞 十方指的是 十方佛菩萨 佛 共赞 千经俱传 千表示形容多 经就讲是佛说的话 叫经 那佛说的 无量无边的这些经典 聚产都在阐述 净通法门 万论均宣 论就是菩萨们造论 那你像马明菩萨 你像大师志菩萨 这些菩萨们造的这些论 均宣都在宣传这个法门 他就讲 这阴光大师 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说是五经 这五经的来由 从这开始 所以我们念完这一段就知道 是我们的印光大师 把这个大师志菩萨念佛原童章 列为我们净处的第四经 第五经叫 普贤行愿品 华严经 我们前面都介绍过 至此就圆满了 他老人家说 金陵净土四经版 金陵就是流通处 他那个净土四经 当时没有把大师志菩萨念佛原童章 纳进来 那么净土那时候的四经 第四经是普贤行愿品 那么已经模糊 已经模糊了 用它再来印 印不清楚了 修敬业者 就像我们修净土法门 这些敬业的这些众生们 同修们 苦无最清爽之读本 苦于没有最清爽的读本 自模糊 读起来不方便 很费眼力 没有最清爽之读本 因为读本 因为我们要重新读 原来说的金陵净土四经版 要重新读这个版 那么以师志念佛原童章 附于三经之后 这样的话 我们借这个机会 就把大师志菩萨念佛原童章 附在三经之后加进来 附于三经之后 刚才第五经是什么 第五经是普贤行愿品 垫至垫在最后 那么称为净土五经 因为筑板 以师志念佛原童章 附于三经之后 称为净土五经 称为净土五经 净土五经的来历 就是怎么来的 是在印光大师的安排下 是怎么样形成的 那么再往下 我们看看 挂在嘴边耳熟能详了 二十五圆通 二十五圆通 圆通刚才老法师解释了 圆就是圆满 圆是圆满的意思 通呢 就是通达而没有障碍 通达而没有障碍 智慧圆满 没有任何缺失 通达 无事不聊 没有障碍 那我们看看 这二十五个方法 是哪个二十五个方法 这二十五个方法 叫二十五种圆通的方法 达到圆通状态的方法 我们查了 丁福宝先生 这个佛学打词典 还是这么说的 二十五圆通 圆而通于法性之实者 圆而通于法性之实者 对于法性的实实在在的实相 本质圆满而通达 圆而通于法性之实者 我们知道 我们有很多法 简单的说白法 再简单的说五蕴 五蕴法 或者说净法 燃法 所有这些法 它的实 这个法的性 性就是不改之意 不变之意 就是这个法的法体 它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成为法的本质 是什么东西 成为法的本体 是什么东西 创造了这些法 成就了这些法 而这个东西又是不变的 古来就有的 是独立存在的 法性 叫法性 而圆满通达于这个法性 实实在在的真理 叫做圆通 圆通 所以圆而通于法性之实者 说得非常好 非常简练 为之圆通 我们管这种能力 我们管这种境界 叫做圆通 众生之机 众生之机缘万差 众生 接受佛法的机缘 能力 跟机会 万差 万是形容词 就差别太大了 欲得圆通 虚依种种之法 要想得到圆满 而通大于法性之实者 这种状态 虚依种种之法 需要依靠各种各样的方法 佛于愣言会上 对菩萨声闻 问 本合法而得圆通 那佛在愣言会上 就是我们说的这部经 愣言经 在愣言会上 对菩萨声闻 这些声闻 声闻和菩萨们 他就问 问本合法而得圆通 你们根据什么法 而得到圆通了呢 其实佛是带我们问 问这些菩萨们 问这些声闻圆觉们 你们是根据什么 就得到圆通 哪个方法 菩萨声闻 各举自得之法达之 菩萨跟声闻 每个人都举出 自己得到圆通的 这个法来回答 你是通过什么方法 得到圆通 我是什么 通过什么方法 得到圆通 我给他举出来 说出来 告诉佛 然后呢 我是用什么方法 来证得圆通的 有25种 换句话说 25位菩萨声闻 讲了他们 得到圆通的方法 25种 那25种呢 即6乘6根67大 36118再加7 25 那么换句话说 6根6乘67大 加起来25 是这个25法 使得我们得到圆通 这个25个方法 使得我们证得圆通 此中始于陈那 这个25从谁那开始 从陈那菩萨那开始 始于陈那 指圆通生辰 他是从生辰 色生相畏处法 第一个出来讲的 叫陈那 陈那菩萨 他是用什么方法 证得圆通呢 通过生辰 你看我们说 六辰 六辰是色生相畏处法 六辰当中的生辰 耳根对着声音 这个声 他首先站出来 说他是怎么证得圆通的 他是通过生辰 而得到圆通 至观音 到最后25 观音之 圆通耳根耳中 到了观音菩萨 最后一个站出来 说他是通过耳根 你看 六辰六根六十 七大 最后一个是耳根圆通 是谁站出来说的呢 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说 我是通过耳根 而得到圆通的 25个最后的一个 是耳根圆通 25个第一个叫生辰圆通 你看 从第一个生 到最后一个耳根 怎么样 都是跟声音有关系吧 从始至终 都是念佛 而且声音 是不是就驰名啊 是啊 驰名嘛 不是观想 不是观像 所以 这个里边的意思 很深 从禅纳菩萨开始 利用生辰圆通 一直到25结束 观音菩萨 用耳根 证得圆通 都是没有离开我们的耳 离开我们的声音 换句话说 念佛 是自始至终的 最殊胜的法门 那么 论圆通 虽无优劣 讨论到圆通的结果 证得圆通之后 虽无优劣 没有说你的圆通 比我的圆通好 我的圆通 比你的圆通差 没有 虽论圆通 论圆通 虽无优劣 而如来 特使文殊选择 如来 特别让文殊菩萨来选择 你觉得这25种 哪个最方便 哪个最殊胜 哪个最好啊 而如来 特使文殊选择 取耳根之圆通者 文殊菩萨点的是 耳根圆通 所谓印光大师 为什么让我们 舍而递听啊 取耳根之圆通者 为什么呀 为什么文殊菩萨 为我们选择了 耳根圆通 这一个法门呢 因此方人之 耳根聪明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言福其众生 耳根最聪最明 耳根最聪最明 入法一眼 进入法 这个法门 进入到法性之实法的 这个境地 正得这种境地 最易 最容易 而生与耳根为出后者 而 但是画风一转 生 你看我们刚才说 陈那是生辰第一 耳根是观音 而生与耳根为出后者 我们把生音放在第一位 把耳根放在最后一位 叫出后者 出就是生辰 后就是耳根 我们做了这样一种安排 而生与耳根为出后者 什么原因呢 我们把生放在第一 把耳根放在第二呢 这个 而生与耳根为出后者 这个者字在这里是发问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做这种安排呀 这要回答问题了 是首为相冠之意 它的意思在于 要把开头首跟结束为相冠 贯通起来 一致起来 亦因生辰那之远通 即生辰也 那么他就解释了 这种安排是非是表法 它的意思很深 贯通首为贯穿相冠之意 念佛法门 二十五个远通当中 第一生辰最后耳根 就说二十五个远通当中的 最殊胜的就是念佛 就是念佛 他就下面他就分别讲了二十五 我们在这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 因生 二十五远通的第一个叫因生 陈那之远通 即生辰也 陈那菩萨靠着这个生辰 正得远通 即生辰也 二色因 幽波尼沙陀比丘之远通 即色辰也 三香因 味道 香因 香炎童子之远通 即香辰也 四味因 味道 舌头长的味道 药王药上二法子等之远通 即味辰也 五处因 身体接触 拔陀波罗之远通 即处臣也 六 法因 磨合加设等之远通 即法臣也 这就六臣了 七 剑圆 六臣六根 现在我们可以再讨论根了 六臣六根 六根当中第一个眼根 它叫 七 剑圆 阿那 绿陀之远通 即眼根也 八 西空 周立 盘托切之远通 即 鼻根也 九 九 未知 巧凡波提之远通 即舍根也 十 身觉 必灵 加婆措之远通 即身根也 十一 法空 须菩提之远通 即意根也 十二 心见 舍利佛之远通 即眼识也 十三 心闻 普贤菩萨之远通 即耳识也 要讲到六识了 十四 鼻息 孙陀 罗南陀之远通 即鼻识也 十五 法因 福罗那之远通 即舍识也 十六 身界 幽波离之远通 即身识也 十七 心达 木干连之远通 即义识也 十八 火性 低水火风 空箭石 进入到七大了 十八 火性 乌醋 碧魔之远通 即火大也 七大了 十九 地性 持地菩萨之远通 即地大也 二十 水性 月光童子之远通 即水大也 二十一 风性 流离光子 王子之远通 即风大也 二十二 空性 虚空葬菩萨之远通 即空大也 就虚空葬菩萨 是通过空 来证得远通的 那么二十三 实性 弥勒菩萨之远通 即十大也 二十四 净念 大势至菩萨等之远通 是见大也 即根大 那么七大的 根大 那么二十五 耳根 是观音之远通 即六根中之第二 即耳根也 你看 我们说六根当中 没有耳根 他安排在最后了 二十五 耳根 是观音之远通 即六根中之第二 即耳根也 你看 二十四 二十四是静念相继 二十四是大势至菩萨之远通 即见大也 根大 那么二十五 是观音菩萨之远通 六根中之第二 眼耳之第二 耳根也 他做了那么一个安排 这是二十五元通 那么 元通呢 丁富宝 进行了解释 丁富宝先生进行了解释 妙至所证之理 曰元通 妙至所证的的理 这个理我们称为是元通 为什么呢 这个理圆满 这个理通达一切法门 所以叫元通 性体周辩为元 这个理 它的范围有多大 这个理所解释的 这些事物 这些事物所产生的这个理 这个理 我们妙至所证的这个理 它能管辖的范围有多大 性体周辩为元 近虚空辩法界 就是这一个理 性体周辩为元 叫元 妙用无碍为通 这个理能产生万法 能够产生善因善果 世出世间 妙用无碍为通 那么是讲的这个理 我们如如智正德的这个如如理 这个理呢 性体周辩为元 妙用无碍为通 那么又它下边还有一个元 元通还有一个意思呢 又以 觉会周辩通 结 又以 觉会 周辩 通 结 通入法性 未为为元通 我们有如如智 我们有这个智慧 我们这个智慧能够周辩通解 周辩就完全的了解 一点都没有遗漏 通通的 彻底的了解 能够通入法性 我们的智慧 我们管这种智慧也叫元通 实际上元通说两桩事情 一个是如如 一个是如如智 此前意就所证理体是之 这呢 前面这个意思就是你所证明的这个理体称之为元通 后意就能证行门是之 后边这个元通呢就我们能证这个智的 能证这个理的智来解释 就来解释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元通 那么 愣言经 愿言经 元通之目 具后意 愣言经当中所讲的25个元通 是后边这个意 能证之智 愣言经讲的元通是这个 不是所证之理 所以愣言经 元通之目 这个目啊 眼睛这个目 在这里呢 当称呼的讲 愣言经里面所称呼的这个元通啊 所提到的这个元通啊 具后意 是后边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能证后意 就能证行门之 能证行门是之 能证得元通的这个行门来解释 不是25个门吗 经中有25位大士 各依佛之问 臣元通之法门 为音声为元通之门 乃至耳根为元通之门也 臣元通之法门 为从音声为元通之门 乃至尼元通之门 我今天问你们 我今天问你们 最初发心 勿十八戒 谁为元通 从何方便入三目的 你们从哪个方便的法门 能证得三目的 达到三昧状态呢 如无所证 因声为上 生辰 那么 就是这个意思 下边还有更多的解释 因为时间原因 我们就不在这里 一一跟大家说 大家如果有时间 可以查查丁福宝先生的 佛学大次财 关于元通这一章 关于元通这一章 那么 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讲 若众生心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这几句的开示 那么我们 要解释这几句 佛经上的这个开示呢 我们依据的呢 是 这个慈云灌顶法师 他呢 他老人清代的 他老人家呢 做了一个书抄 这个书抄呢 叫念佛元通章书抄 讲的就是 大势至菩萨念佛元通章 他把这十二行半 就刚才进空法师讲的 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元通章 进行了书 进行了抄 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 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元通章当中呢 有这么一段开示 叫若众生心 义佛念佛 先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我们把书抄当中 关于这一段的开示 给它挑出来 我们的净空法师呢 曾经对这个书抄 进行过讲解 我们把净空法师关于 慈云灌顶 大势至菩萨念佛元通章书抄 所进行的讲解拿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看 慈云灌顶法师是怎么解释 若众生心 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同时我们看看 净空法师是怎么解释 慈云灌顶的这个书抄的 这样呢 就圆满了 你们慈云灌顶呢 这个法师呢 关于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元通章的 这个书抄呢 确确实实读起来 不那么容易 这个明了 因为它理比较深 再加上又是文言文 而且呢 它语言非常 非常简练 非常这个用字 非常的精确 我们今天读起来呢 有一定的难度 那我们我们的净空法师上人呢 师父上人呢 把这一段 把这个慈云灌顶啊 这个这个这个书抄啊 讲解了 讲解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讲稿拿到了 我们把中间这一段就谈到 若众生心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啊 我们把这段挑出来 给大家一块学习啊 这样的话呢 呃 就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安排啊 首先呢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念佛元通章书抄的作者啊 就是我们的啊 所谓的呃叫做这个慈云灌顶啊 法师这个人呢 是赫赫有名了啊 我们非常非常的这个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啊 那么他的名字呢 实际上是续法啊 续就是继续的续 法呢 就是法脉的法 那么他老人家呢 呃 这个是生于1641年啊 元祭呢 在1728年啊 清代僧 清代的僧人 那么浙江仁河啊 仁河就是今天的杭州啊 浙江仁河人 俗姓 沈啊 自博庭 浩灌顶 又名成法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成法 九岁从学于杭州 天竺寺 慈云寺明园 十九岁 受聚足见 二十岁 习讲经 二十岁开始讲经 历十七年啊 历十七年 那么 呃 后明园 副主 明园 你看我们说 他九岁到杭州天竺山 慈云寺明园 从学 明园是他的老师啊 他九岁在杭州天竺寺 就跟着 天竺山的慈云寺 跟着明园老和尚学习 那么 后 他二十岁开始学讲经历十七年啊 讲完七年之后 那就二十七岁的时候 后 明园 副主 明园 法师 副主他 嘱咐他 为 云七四 为云七 诸鸿 五世之 法孙 就嘱咐 就 告诉这个慈云灌顶法师 你到云七四 那么 你要到那去 给诸鸿 做五世的法孙 传他的法 承他的法 那么诸鸿呢 就是我们说的廉耻大士 廉耻大士 就是他 嘱咐他 你到那去 去承 传 诸鸿的 法 作为他的 五 第五世的法孙 诗 辩言诸经 就讲啊 就讲这个慈云灌顶法师啊 辩言诸经 很多很多的经典 这广泛的言读吧 荣 会众说 荣会 把各种 门派 各种各种论教 荣会在一起 不拘泥一端 不拘泥一端 后 梅讲说 四众云集 他打那以后啊 他的讲经说法 四众啊 在家男众 在家女众啊 出家男众 出家女众 四众云集 很多人聚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听他讲经 圣集一时 立足 慈云 重受 上天竺诸刹 在主持吧 主持慈云寺 重受寺 上天竺诸 诸刹 雍正六年世纪 世寿八十八 传法弟子二十余人 陪丰 词一 正中 天怀四师 最为著名 拥有 贤手 武教仪 原觉 戏 义 书 华言宗 佛祖传 等六百余卷 诸书 诸了这么多 可以说 诸作等身 就是这个续法老和尚 我们说的慈云灌顶法师 对大师之菩萨 年佛远通章 进行了诸书 净空法师 就讲了 讲了好像不是一遍 慈云灌顶法师的书抄 那么我们今天 把它调出来 把师父 把净空法师的 讲解 调出来 我们一起来学习 那么 那么 听空老法师是这么说的 我们一边 一边 一边 攻读 一边讨论 一边学习 一边学习 他说 这是 我们从 他的这个档案里边 截出来 老法师 这 如下的开示 那么 若众生心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此地四句 于底下三句经文 是这一章经里面的精华 最重要的 就是这四句话 跟下面的三句话 是这一章经文里面 最精华 哪一章啊 大事至菩萨 念佛原通章 是这一章里面 最重要的精华 下边三句是什么呢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这七句 若众生心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就这七句 这一章 精华的开示 就是这七句 文字很少 可以说 把净土教 通通包括进了 我们看书超 就刚才讲了 慈云灌顶的 这个法师的书超 我们看书超 书超这段很长 就书超在讲 这七句的时候 用了很大的篇幅 那书超这段很长 为什么 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 前面是比喻 这是容易懂的 启发你 正是来教导你了 这个念佛 他讲的是心 这个念佛 他讲的是心 心念要紧 若众生心 你注意看 注意听 这个念佛 他讲的是心 心念重要 众生心者 简 简 口念 而心 不念 也 为什么 慈云灌顶在这说 若众生心 亦佛 念佛 现前 当来 他为什么 专门提出这个心 老爸解释 那么 就是说 这个念佛 他讲的是心 心念要紧 众生心者 简 口念 而心 不念 也 他就区分 嘴里念 而心 没有念 这两种情况 那就没有用了 换句话说 你口念 而心 不念 那就没有用了 口念 是口念 带动着心念 所以古人 教给我们 念佛 这个佛号 从心 生起来 从心 生起来 从口里 念出来 再从耳朵里 听进去 这样 就能设心 心 就不打妄想了 所以念佛 要紧的是 要把我们 一切杂念 妄想 给念掉 这才叫 功夫得力 一面念佛 一面再打妄想 那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心里 想佛 口里没有念 那个行 一样 着重在心念 换句话说 慈云灌顶法师 讲若众生心 在这开门见善 先讲了众生心 就讲了心念重要 如果口里没有念 心里 我们心里在念佛 行不行呢 老法师说 行 一样的 着重在心念 好了 那么 老法师继续往下说 慈云灌顶就说了 众生心者 显口念 而心不念也 这句话完了以后 慈云灌顶法师说 义 不是义佛念佛 他解释这个字 义 记持不忘也 记住 保持不忘 叫义 净空老法师解释 念念不忘 因此 经要熟 经不熟 你没办法 想佛的境界 义 就是念念不忘 因此 经要熟 经不熟 你没有办法 你没办法 想佛的境界 比如说 佛的相好 经上讲 佛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如果你要不知道 你怎么想法 你想不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 种种医正庄严 如果你要是不清楚 你也想不起来 所以经一定要熟 这就是为什么 天天要念经 道理就在此地 经 念久了 经典很熟 西方极乐世界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 我们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才能做到 一池不忘 随时随地 我们都想 譬如我们看到一个房子 我们就想到极乐世界 佛所住的宫殿 极乐世界一般人 就是那些菩萨们 他们 他们所住的房子 我们就会联想到 我们看到地 就晓得极乐世界 地是流离之地 通通是流离的 看到路 人家那个路 是黄金铺的路 我们这个路 薄油铺的 就觉得不错了 西方极乐世界 铺马路的 是用黄金 你看人家那个地方 物资 多么的富足 黄金太多了 没有用 用来铺马路 宫殿建筑材料 是七宝的 我们这里 一点点 这些珍珠玛瑙 都宝贵得不得了 人家那里 是建筑材料 你就晓得 那个地方的富足 所以经不熟 就没有办法想象 经熟了之后 我们的六根 接触六尘境界 都会想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 一持不忘 说得非常非常好 这个义呢 慈云观念法说 既持不忘也 一念 就是 荧光大师说呀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 义佛念佛 也是 无时瞻忘 一分钟都不能忘掉佛号 这个 静虹法师说 嘴里不念 心里念行不行 行 那么 这个 阴光法师呢 也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 非要嘴里念 他叫念佛 如 这个 如孝子似双亲 就行了 无时瞻忘 并不是说 老个人出生了念 叫念佛 关键是心里得有 心念 心念说 若众生心 义佛念佛 而不是若众生嘴 义佛念佛 你看这个义 有树心旁 念呢 底下也有个心字 讲的都是心上的事 这个心实际上 说白了 就是我们 眼耳鼻舌身义的义根 这个义根 要想着佛 要念着佛 这能念的 是我们的义根 义根 所以呢 这个义和念 讲的都是我们义根的行为 义根念 都是我们的心王 第六识 第六识 义识 新王所产生的心理现象 叫心锁法 义和念 这两法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慈云灌顶法师呢 在这开始讲 讲念 刚才讲了义 我们再念一遍 义既持不妄言 记住不妄 保持住 不妄掉 刚才老法说 怎么才能不妄 熟啊 熟了他就不妄了 你读的辩数太少 接触的太少 你就容易忘掉他 那么念呢 慈云灌顶法师说 念 细缘在怀也 心怀 细缘在 把它记在怀上 那这个力量 那是记持不妄 这是记在怀上 细缘在怀也 怀不是说 是讲到我们心怀 我们心怀 念就是常常细念着 景空老法师解释了 这个念就是常常细念着 这一念 这一心细念的意思 就这一颗心 老想着它 一心细念意思 念就是常常细念着 这一心细念的意思 这是一心细念的意思 这个念就比那个意 的程度深很多 一心细念的意思 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 讲慈云灌顶的开始 又初始偶然勉强记忆 约翼 刚开始念佛的时候 初的刚开始的时候 偶然勉强记忆 偶然勉强 不是经常的 偶然的 非常勉强的能够想起佛号来 能够记起佛号来 那么我们管这种现象 叫做意 后时长久 收托元念 元念 收托元念叫念 那么以后时间一长了 这个收托元念 收托就是熟练 应用 就这意思 熟练 就是掌握 叫收托 元念就是想念 我们管这种现象 叫做念 那你看 这个念和意 慈云灌顶法师 讲得很清楚 初始偶然勉强记忆 约翼 后时长久 收托元念 约念 收托元念 是这意思 那么可见 念 可见得念比义的功夫要深 念比义的功夫要深 初学的时候 这是义 就是常常想起来 到了以后 到以后 这不想自然现前 这个叫念 自然现前 就是收托元念 我们念佛的时候 你看有些时候 我们去打个佛期 有些时候 我们帮人住念24小时 确确实实 等我们离开这个道场 或我们离开人家家的时候 帮着人家送往生 送完了以后 我们出来 我们好像觉得 耳头里头还是 心里头还是在佛号不断 这就叫做 手托元念 这个功夫要深 那么到以后 这不想自然现前 这叫念 所以念比义的功夫要深得多 义佛念佛 那么下面又是词音观景的开始 又再说再来 义是暂念 一义之位 念是数义 常念之位 这是简别念与义的定义 分别念和义的定义是什么呢 义是暂念 短时间的一念 一念 说的是一念 念是数义 我们说的念 是数很多个义 叠加在一起 叫做念 常念之位 经常念 我们用念 慈云观景法师说 若是意念 则专心注意 毫无杂缘 如果要是是 在事情上意念的话 则专心注意 毫无杂缘 这是老法师说 这是是 这也是我们现前的境界 我们依照经典里面所说的 常常想 常常放在心里面 不让其他的杂念 妄想生气 这叫念佛 如果不想阿弥陀佛 不想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我们就会想 这个世间的是非人我 他就会想 想这个世间的是非人我 贪嗔痴慢 这就是制造六道轮回的业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如其制造六道轮回的业 我们为什么不去造西方极乐世界的业 西方极乐世界叫敬业 果报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 慈云灌灵法是在这把这个意念 分成事情上的意念 跟理上的意念 那么我们呢 是生活在事情的世界当中 你看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在为时当中叫分别事实 分别一个一个的色声相畏触法六种六臣 是不是分别啊 各是各 分别事实 分别是动词 就是分别就是妄想 事呢就是色声相畏触法这六臣 妄想这六臣的了别心实 叫分别事实 就是我们说的六十 所以我们 我们这六十是为了分别这些事情的 分别色分别声等等 那么实在这是了别的意思 分好丑分善恶 就是这意思 所以呢 那我们是生活在事情当中 你看我们说念佛 我们就会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事 那边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 这都是我们身外的这些事情 都需要我们的六根来跟他们联系的这些事 叫做事意念 事意念 也就是我们说的事意心不乱 事意心不乱呢 这就是这边说的 你看此行观 则专心注意毫无杂元 那我们比如说心系 这尊佛像 我们念这尊佛 我们心中想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这都是事啊 我们没有做到理念 我们没有做到理意念 我们做到事意念了 那么如果我们真能做到专心注意毫无杂元 所以他老人家先讲第一层次的事意念 则专心注意毫无杂元 那么近空落法是关于事意念继续开始 如果你要说我不想西方极乐世界 我也不想五欲六成 我也不想是非人我 都不想 这不也很好吗 不错 是很好 这叫什么 这叫无想定 将来你死了以后 果报在第四禅的无想天 外道天还是出不了三界 我什么都不想还是出不了三界 你看看这个麻烦不麻烦 元老凡就什么都不想 他见了云谷禅师 云谷禅师扔给他一谱团 他坐在那跟云谷禅师72小时 这三天三夜一个妄念都没有 那不是闹着玩的 那有功夫 但云谷禅师特别 也觉得这是大修行人 三天没有妄念 然后他就 他不是那边开市吗 是吧 那么那就是 我什么都不想 还是出不了三界 你看看麻烦不麻烦 不行 什么都不想也不行 出不了三界 到了无想天 无想天的寿命 还是有一定的 虽然长 他还是有个定数 时候到了还要堕落 换句话说 你依然免不了轮回 依然逃不过三恶道 因为你无始节以来造的有三恶道的业 你还是逃不掉 所以这个账仔细算一算 仔细算一算 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条是咱们逃生之路 除了这条路之外 没有救 佛虽然讲的无量法门 不容易 真正不容易 只有这个法门对我们有绝大的利益 有真实的受用 所以 试念 要我们重视它 专心注意 毫无杂缘 做到这两句 就是不间断 不夹杂 那么慈云灌灵 下面解释礼意念 若礼意念 则唯妙绝明 远兆法界 这个意思我们明了 金空落法是解释了 这个意思我们明了 可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今天念佛 首先求什么 求念佛三昧 也就是求 示意心不乱 我们就决定往生 念佛从大体上来讲 功夫分成三等 我说甲乙丙 我们说甲乙丙三等 从最低的来说 丙等的功夫 就是功夫成片 大家注意 这段开始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说甲乙丙三等 从最低的来说 丙等 就丙等的成就 就是功夫成片 什么叫功夫成片 我这句佛号 确确实实能把我的妄想扶住 我一佛念佛 就跟此地讲的毫无杂缘 没有杂想 没有妄念 妄念的根 并没有除掉 贪嗔痴脉 真的是还有 不是断了 没断 完全被义佛念佛控制了 虽然有贪嗔痴脉 不起作用 功夫念到这样 这叫功夫成片 决定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同居土 功夫成片里面 也有三倍九品 我们看到很多念佛的人 前面跟诸位讲 临终欲知实至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他的功夫念到什么程度 老是跟诸位说 就是功夫成片 不是一心不乱 讲到功夫成片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讲到一心不乱 我们就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了 这就是功夫成片里面的九品 上三品往生就那么自在 这就是功夫成片里面有九品 上三品的往生就那么自在 不仅仅说你想坐着走 站着走 数个蜻蜓倒着走 打个倒立倒着走 爱怎么走就怎么走 你看功夫成片里面 有三倍九品 有九品 上三品怎么走 不仅仅说你想坐着走 站着走 数个蜻蜓倒着走 爱怎么走就怎么走 再给诸位说 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他生死自在 大家注意 功夫成片的上三品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我们人人都能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讲到功夫成片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这老法师给我们授记了 我们真要是按照大势智菩萨念佛元通章来做 那我们想走的方式我们定 走的时间我们定 而且人人都能做到 不需要断烦恼 只要辅助就行 这叫功夫成电 我愿意 老法师接着说 我愿意在这个世间 再住个十年二十年 不碍事 愿意现在走 马上就走 他就这么自在 这样的功夫程度 还是功夫成片 就这个功夫 我们都能做到 很鼓舞我们 这样的功夫程度 还是功夫成片 上三品的功夫成片 就这么自在 生死自在 中三品 那你就选择坐着站着 都很有可能 下三品 下三品的功夫成片 往生多半是有病 但走的时候 一定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只能做到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又分成三类 上三品 中三品和下三品 上三品 走的方式 自己选择 走的时间 自己定 中三品呢 你就得选择 到底是坐着还是站着 你不能随意了 那么下三品呢 一般就实现成有病了 但是呢 有病不怕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基本的条件 走的时候 迷惑颠倒 这是很大的危险 这个不可靠 住念都不可靠 所以这个事情 自己要办 不要等着 说我跟别人 多结几个好缘 我走的时候 你替我住念 你替我住念 到时候来了朋友 替你住念 替你住念了 可是你自己一塌糊涂 迷惑颠倒 住念也枉然 还是帮不上忙 所以我们把这种侥幸的心 心理要打掉 就走的时候 靠别人住念 这种侥幸的心理要打掉 有没有住念 没关系 最好是能够念到生死自在 这是功夫成片里面的上乘功夫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这真正得自在 人家做得到 我们也能做到 这老法师对我们 非常鼓务我们 我觉得 我们一定不能辜负老法师 30年前 对我们提出的希望 30年后 我们在 功读老法师的开始 依然感觉到 那么样的受苦 那么样的温暖 那么他举个例子 台中李炳南老居士 就是我们静功夫 老法师的老师 台中李炳南老居士 他在70多岁的时候 他的功夫就到了这个程度 他那时候 在中兴新村大会堂奖金 是省政府的一些官员 请他到那里弘法 就讲佛学概要十四讲 在中兴大学大会堂里讲 他就公开向大家宣布 他喜欢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再多住几年 也不碍事 我们几个同学 听到他老人家这样宣布 回过头来一商量 我们不能让他走 让他多住几年 他自己说的 他有本事 喜欢住几年就住几年 大家回来一商量 我们来提醒华言经 请他老人家讲华言经 华言经不讲完 他总不好意思走 这才把他留了这么多年 那时候我们八个人请他讲华言 我是其中一个 他原来也说过了 大概在五六年前 讲经的时候讲过 他把华言经讲圆满 最后再讲一部弥陀经 他才往生 所以台中的同修跑到台北来问我 他说老师大概还要注视多久 我把他纳布经的进度算了一算 我说老师至少要活到一百三十岁 他纳布经才能讲得完 没想到 没有想到三年前 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向大家说 我讲经再讲两年就不讲了 他说这个世界乱了 嘱咐学生 唯一的生路就是求生净土 世界乱了 不想再住 那边同修也来问我 老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告诉他 我说老师说 说明两年之后他往生 他住室就是讲经 他不讲经 他住在这个世间干什么 没有事情做 所以我知道他去年要往生 但是我不知道日期 我知道他去年一定往生 因为两年前他宣布过了 他能做得到 我们也能做得到 问题就是你干还是不干 你肯不肯干 肯干不落在他后面 他到了七十岁才有这个功夫 我们六十多岁就有这个功夫 努力的干 这才得自在 我们学佛没有白学 所以大家要努力 别人做得到 我们也要做得到 人人做得到 就怕你自己不肯做 那就没有法子了 这是老法师讲的这一段 李炳南老居士的故事 我们听完以后呢 很受鼓舞 他就讲到是什么呢 就讲到这个功夫成变 今天我们学到这里 时间到了 我们停在呢 是意念跟理念 这两种不同程度的念 那其实 是意念跟理念 就是我们 《大乘起信》里边说的 一心有两种门 一种叫真如门 一种叫生灭门 生灭门呢 就讲的是事情的产生和变化 事情产生都有因缘 所以念佛是一大因缘 讲的是是意念 那么心真如门呢 讲的是我们的心体 讲的是我们的心体 就是这个理体 就是理意念 我们明白理意念 佛并不在我们心外 我们心就是佛 这是理意念 我们说 同时这个心呢 又等产生很多事 这个事当中 可以包括阿弥陀佛 可以有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 但是必须得有因缘 才能产生这些事 这个因缘就是念佛 所以是心做佛 讲的是是意念 我们这事情可以做一个佛 好像我们心跟佛是二者 我们的心可以做一个佛 在我们的心的对面 这是是意念 是心是佛 你这个心本来就是佛 你做这个佛还在你心里面 这讲的心真如门 是心做佛 讲的心的生灭门 它确确实实可以产生佛 确确实实可以产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是心做佛 但是这个心为什么能做这个佛呢 为什么这个心能产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因为这个心具有西方极乐世界 具有阿弥陀佛 心要不具有 它怎么能做出来 只有通过做出来 才显明你心里边具有 只有你心里边具有 你才能把它做出来 所以是跟理 真如门跟生面门 是不二的 是一心 那么我们是心做佛 我们坚定了 那是我们就是是意念 如果我们对理很清楚 我们的心本身就是佛 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那么我们就做到了理意念 理意念这个东西很深 叫唯妙绝名元兆法界 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不太好理解 说起来也不是短篇幅能讲清楚的 那么我们姑且按照老法式说的 我们认认真真地做到了事意念 事意念当中有事意心不乱 我们到不了这种境界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事上的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当中又分成三类 上品中品下品 我们一定要取法于上 得乎于中 我们把目标定在功夫成片的上三品 坐着走站着走 打个倒立走 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我们把这个目标定在这 最后我们得法于中 可以选择站着走坐着走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这种成功的案例 我们以后有时间可以讲出来 跟大家一块分享 所以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在一起共同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